我今天在開玩笑說,從位置坐在最前面的副院長位置越坐越遠,坐到最末端 這個是從行政院一直到地方 我覺得今天陳院長展現了非常高的誠意 副院長文燦兄要從地方來 也了解到說地方的一些需求跟地方在推動市政解決民眾困難所碰到的一些狀況 所以今天院長也特別指示說由副院長來負責協調的一個窗口 因為常常有時候地方首長很辛苦,地方有時候會涉及到跨部會 那要一個部會一個部會跑,那部會又碰到整合的這些問題 所以中央文燦來擔任窗口,那就可以很迅速有效的來解決民眾的一個困難 那尤其面對今年的不管是地緣政治,國際經濟,主要國家生息,惡務戰爭,停滯性通膨等等這些挑戰 對台灣來講可以說是非常的嚴峻 假如我們沒有辦法及時來解決民眾的困難,減輕我們弱勢這個家庭的一個負擔 那這個對於我們從走出疫情,面對一個經濟的未來的一個嚴峻條件 會是一個相當大的一個困難 所以行政院能夠由我們文燦市長,文燦副院長抱歉 能夠很迅速的來解決這些地方跟中央大家所碰到對於攸關民生等等相關事項的這些,我覺得這個非常好 那陳院長也特別強調,市政不分藍綠,建設不分黨派 那我們也希望說,其實在地方政府,其實我們在市政上確實也是如此 那六都首長的大家的想法,其實在共通性的問題,台灣也不大 其實碰到的問題都是一樣,所以各別的這些,不管是區域或者是在各城市所碰到的一些問題 那有一個好的交換意見的一個平台,那我相信對於凝聚不管是財政、經濟跟交通或者是整個區域的一個發展都非常有幫助 所以今天也要非常謝謝陳院長能夠邀請,能夠把它形成一個制度性的溝通的一個管道 那我覺得這個對於推動整體國家的建設跟地方產業的一個發展都非常有幫助 我2016年離開行政院以後,六年半沒有進行政院 今天回來有點回娘家的感覺 尤其陳建仁院長,我們鄭文燦副市長給我們感覺更加強的這種回娘家的感覺,非常親切 我們剛才也講到,其實鄭文燦市長提到這個生活圈的交通 那麼侯友宜市長提到國土計畫法實施的一些困擾 提到中央統說分配款這些,很多年沒有修訂 這些提出來以後,幾乎每一位市長都有回想 發現說這個不是一個單一式的問題,而是一個跨線式的問題 那麼也因為大家的回想,看到我們陳院長 還有我們的政府院長已經把他們當作非常優先的議題過來處理 我覺得這個讓我們會對我們將來的互動方式有所期待 我想陳建仁院長在一開始院會的時候就講到說 這個施政是不分藍綠 那麼絕對會讓大家將來有超乎期待的這種互動的這種良性的互動 會讓我們全國的民眾刮目相看 我們非常抱怡,非常高的期待 謝謝 我們是不是請副院長來跟我們講幾句話 副院長今天很誠懇,我們六都市長要出來接受訪問 他還特別陪同 來,早下就好了 來,你也講幾句話 來,來,講幾句話 謝謝 陳建仁院長上任的第一個院會 特別邀請六都首長來出席我們的院會 主要是希望中央跟地方共好 無分藍綠,能夠透過充分的溝通協調 快速的解決問題 不只是提高國家的競爭力 也可以讓地方得到充分的發展 那我想我非常謝謝六都的市長出席 那我也當了八年的市長 很了解地方的需要 希望你能夠在有限的時間裡面 能夠透過跨部會的協調 減少首長在拜訪各部會的時間 希望能夠用這樣的共好的精神 讓台灣更好 那再一次代表陳院長 謝謝我們六位市長的出席 我想今天來參加行政院院會 會有感受到我們陳院長率領的部會首長 滿滿的誠意 那我們參加院會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把市民朋友最關心的重大議題 來中央跟行政院各部會進行溝通討論 那所以我在第一個發言的時候 也就提出來北北基陶交通月票這個議題 我們也非常期待中央能夠兌現承諾 能夠盡快整合中央管轄的交通運聚 而且並且在裁員上給予全力的支持 那也很高興得到其他幾位市長的認同 那很感謝院長以及各部會他們的積極回應 我們在會後會也進行了相關深入的討論交換意見 我想今天的院會非常的順利 我們也的確把市民朋友的心聲真實的呈現給中央各部會 那我想未來我們中央地方通力合作 一起照顧市民朋友的權益 我想朝向共好目標前進 來 今天非常高興其實我們從南部來 今天跟院長在院會中的溝通發言 以及在會後會的一個發言總有幾個地方 第一個提到中央的問題 第二個提到地方的問題 那有提到財政劃分的問題 有提到國土計劃的問題 有提到交通建設的問題 還有經濟發展的問題 其實今天是一個非常友善又有效的溝通 那也具體的成就方面 除了剛剛幾位市長都提到了 剛剛包括交通國土計劃的部分 有些是比較長期性的 但是也都有一個很好的一個開始 那院長特別才是在未來在行政院院會之後呢 會如果各地方的首長 如果有個別或是說有全國性的議題 他都願意樂於在會後 由院長或副院長召集相關部會的首長 一起來跟各地方首長 市長副市長來做一個有效的溝通 那這點是這三年多 因為疫情大家沒有辦法在院會裡面做溝通 這樣子的情況下有一個非常好的開始 我們也感謝行政院院長副院長秘書長 還有各部會首長 那也謝謝六都 其實六都雖然提出各自的發言 但很多都是全國性的 譬如說交通問題 不管是北北基陶 不管是中張頭 不管是南高屏 都一個非常好的互動 那這個我們也非常謝謝 那財政的收支劃分 未來也會起了一個好的開始 那盧市長也提了一個非常好的建議 我們願意一起來努力開啟一個好的一個溝通對話 有一個好嗎 有一個好嗎 揮個手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